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 传统行业优势弱化对供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而近年来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低迷也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制造业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占比从2004年的70.95%下降至2021年的19.44% 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也从2006年的62.63%下降至2021年的33.71% 而加快科技一个自立自强 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是发展国内大循环 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塑造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 这促使了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 以技术和产品的持续创新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做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能力突出的中小企业 其中经过持续快速的发展而脱颖而出的小巨人企业正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 小巨人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 在半导体、医药、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战略领域拥有核心技术与产品 能够有力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步伐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的重要性和权重与日俱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